今天這堂課 老師會為同學介紹的是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這一個單元 它本身要給同學的一個概念 是對於我們周期表裡面的元素 它本身的活性的探討 這才是來自於氧化還原根本的觀念 一般我們在國中課程裡面提的氧化還原 講的就是得失氧 如果你得到氧 本身就被氧化 失去氧 本身就變為原來的樣子 所以就被還原 所以在國中課程裡面以得失氧來定義 但是未來在高中的時候 可能同學的定義就必須要拉廣 所以廣近的氧化還原是用得失電子 得到電子 失去電子 我們本身我們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後變成代負能 失去電子我們變成代正 那失去電子我們就稱之為氧化 獲得電子我們就叫做還原 所以你要了解 比如說我們在氧化的部分 氧加氧T 如果你這樣來看的話 它本身得到氧 你看喔 得到氧我們把氧變成ZN2正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 有沒有 氧得到氧 或者是氧失去電子 失去電子 失去電子或者是跟氧結合 我們都稱它叫做氧化 像同學你要知道 這是我們國中要學的 將來高中所學的 用得失電子你也要理解 好 那我們要學氧化還原之前 你一定要認識元素的活性 老師黑板上你所講的 就是我們國中常用的幾個元素的活性 好 甲、納、蓋、雲、碳、吸、個、撇、 污、念、錫、錢、金、銅鋼、銀鋼、金 好 那你說老師這這麼長要不要全部都背 以現在國中基本學的考法的話 同學你至少知道前面五個 那為什麼在這個碳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中斷了呢 因為考試的時候很容易跟碳比較活性 再來 氫 在碳跟氫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了解哪些東西是在氫活性以下的 哪些是在碳活性以上的 你這樣來切割你就會很好記了 所以前面背五個 後面背五個 中間沒有背到的就擺中間 這樣了解嗎 所以活性最大前五個 甲、納、幹、銀鋼 後面活性最小的 瞳孔、銀鋼金 那你沒有記到的我們就往中間擺 因為考試的時候很容易前面哪一個 中間哪一個 後面一段哪一個 哪一個要同學比較 好 這是我們考試的一個技巧以及技術的技巧 那在這裡老師要用這三段來 來為同學介紹活性的大小 首先我們來看到甲、納 甲、納我們叫做鹼金族 就是我們周旗表的第一行 叫做鹼金族 它活性非常的大 大到什麼程度 跟水就會產生氫氣 這個是跟水就會產生氫氣 從這邊你加水 跟水就會產生氫氣 那這個之後呢 跟水就不會反應了 那如果今天我們以氫這一段來分的話 從氫一直到甲、納這麼長的一段 這一個這一段就是跟酸 就會產生氫氣 那這個酸是廣義的酸 什麼叫廣義的酸 有基酸、無基酸的酸 酸 我們國中常見的有哪些 硫酸、硝酸、鹽酸 這三個都是強酸 那如果是弱酸呢 像醋酸、碳酸 這些酸就會產生氫氣 為什麼呢 你看到沒 因為這些活性都比氫大 那為什麼會產生氫氣 這個就是我們活性大的 去取代活性小的 老師舉個這個意思 鑫加鹽酸的話 今天鑫它本身金屬會去搶這個氯 所以產生氯化氫 這個氫氣就被趕出來了 所以這個氫氣的產生 是來自於這個酸 這個係數要平衡 來自這個酸 從酸分解出氫氣的 所以氫氣是從酸這邊分解出來的 了解嗎 這個地方就是活性大取代氫的位置 然後氫就被趕出來了 所以跟酸就會產生氫氣 那後面這些呢 因為它的活性比氫來的強 所以跟酸 注意聽喔 是跟酸如果會跟酸反應的話 也不會產生氫氣 那這裡考試考最多的就是這個酮 同學對這個酮一定要特別特別小聽 酮它跟三種酸會反應 可是反應的時候不會產生氫氣 不會產生氫氣 來酮會跟哪三個反應 這個同學一定要計討 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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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考試 同學如果你印象還深刻的話 在酸檢炎裡面最喜歡考這個酵酸 酵酸是所有酸裡面跟酮會完全反應的 那跟濃酮酮產生的是二氧化氧 跟濃酮酸產生的是二氧化氧 跟西酮酸產生的是一氧化氧 好 這個你有沒有發現 銅不是不跟酸反應的 是跟酸反應 但是它產生的不是氫氣 濃酮酸產生的是二氧化氧 沒有顏色 有毒性 是激性的臭味 跟濃酵酸會產生紅棕色的濃 你就記住濃產生的是二氧 C產生的是一氧 一氧化氧 你看到沒有 NO 是一氧化氧 它是無色的 這三個激體裡面只有這一個NO2 這個NO2 它是紅棕色的 它是紅棕色的 同學一定要記好 NO2 二氧化氧是紅棕色的 好 所以這麼一切割你就很清楚了 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會跟水反應 從這裡開始會跟酸反應 但是記住 減金屬不要丟到酸裡面 因為反應太劇烈了 比較危險 因為產生氫氣又急速放熱的話 可能會產生燃燒 爆炸 然後那個酸液會漸出來 所以一般這個 碱金屬是不要丟到酸裡面去的 再來 銅鋼銀鉑金 銅鋼銀鉑金 它們是鉑性屬於很小很小的 所以你要知道 黃金 鉑是白金 鉑是白金 PT 叫做鉑 鉑又叫白金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把白金 黃金叫做貴重金屬 因為它不容易氧化 所以可以做成戒指 項鍊 貴重金屬 白金 黃金 AU 所以它們是在我們正常的常溫場面那下 它是完全不會跟氧作用的 不會跟氧作用 所以人家講 真金不怕火煉 就是在講什麼 黃金的火性很小 所以叫真金不怕火煉 你拿到火裡面去燒 高溫下 它也不容易跟氧作用 這就是它的火性非常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小 好 那你了解這個火性之後 我們利用這個火性 老師來為同學介紹 什麼叫做氧化劑 什麼叫做還原劑 好 同學我們看到黑板上 氧化還原反應 它本身是一個很容易理解 因為你剛剛那個火性的大小 你了解之後 我們知道火性大的取代火性小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鎂 鎂它本身會搶二氧化碳裡面的氧 所以鎂本身 注意喔 這個叫做反應物 所以你記住 氧化劑還原劑 一定是在反反應物 這個叫做生成物 所以反應物 我們要講找還原劑 氧化劑一定都找到反應物 所以鎂從這個地方 注意 它本身是被氧化 你看到沒 它本來沒有氧 所以被氧化 注意喔 這個是動詞 這樣呢 英文裡面我們叫動詞 V 動詞 那它被氧化 它是當還原劑 注意 這個還原劑你要記住 一個是動詞 一個是名詞 這個還原劑就是藥品的意思 化學藥品的意思 這個就是名詞 所以本身這個鎂被氧化當還原劑 一個是被 我們被搶 那我們是被害者 一個是名詞 注意 被氧化 它是當還原劑 為什麼 它還原別人 它把人家搶了 那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來到這邊 這時候 注意喔 鎂是被氧化的 那二氧化碳呢 CO2 這個地方它是被搶的 所以 它是被還原的 為什麼 它原來是二氧化碳 還原成它原來的樣子叫做湯 所以它是被還原 被還原一樣就是動詞 被還原的話就當什麼機 當氧化機 為什麼 它提供氧 它提供氧給美 所以它是當氧化機 好 所以氧化劑還原劑的定義 跟氧化還原的定義 你要搞清楚 這 你一定要把它叫 一個是動詞 一個是名詞 你一定要弄清楚 而且答案 氧化性還原劑一定是要照 老師在提起裡面 一定要照反應物 你不要找到這個地方 這是產物 一定是在這裡反應物 好 然後你注意 在我們二年級的時候有講過 金屬氧化物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 就會變什麼 鹼性 非金屬氧化物溶於水就會變酸性 但是不是所有的金屬氧化物都是這樣子 比如說氧化銅 氧化鐵 燃溶於水 燃溶於水就會表現不出它的酸鹼性 液氧化碳 液氧化碳雖然是非金屬氧化物 可是它是燃溶於水 所以它也不會表現出它的酸鹼性 所以氧化物如果燃溶於水的話 就一律稱為中性 我們的子氏劑就不會變聖 所以你要記住 金屬氧化物 非金屬氧化物要有酸鹼性的前提 一定要溶於水 這個老師給你補充一下 要特別小心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金屬之間的 跟氧化 如果我們講到非金屬 老師在這邊給你補充一下 考試最常考的就是我們的乳素 乳素 乳素 叫乳竹 就是我們周期表倒數第二行 也就是從前面算來第七行的 佛 綠 秀 點 好 這地方考試要給你補充一下 如果一般來講 金屬的話 金屬的話 它本身的活性降低 一行 第二行 里納甲 如色法 皮美 蓋絲 被人 它們是隨著周期表 越往下活性越大 可是如果是乳竹 這個就是第七A竹 乳竹的話 非金屬的話 它的活性是越往下越小 所以佛的活性大於綠 大於秀 大於點 那你說老師 這個有什麼作用 這個你就可以了解了 怎麼了解 今天你看 如果是佛 F2加上HCl的話 這時候它就會變成搶它的氫 綠就會被趕出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看 非金屬是搶帶正電的 那我這是金屬 我是搶這個帶負電的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 非金屬也是可以 理活性的 老師再跟你補充一遍 比如說 里納甲 皮美 蓋絲 被雷 這個金屬的話 越往底下 活性是越大 如果是非金屬 浮 綠 秀 點 它越往下 活性是越小 這個在活性的部分 同學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了解活性 你才有辦法去推斷 這個反應物是什麼 了解嗎 好 那老師等一下再為同學介紹 我們兩套還原裡面最常考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礦物的還原 高霧 好 來 同學我們這一節 要為同學介紹的是高霧 好 你現在看到我們鏡頭上面的這段影片 這一個影片上面所秀出來的都是高霧 那高霧裡面主要的材料是什麼呢 來 同學我們看到 高霧是鐵礦 鐵礦 那就是我們從煤坑裡面 從礦坑裡面 我們挖出來的這些鐵礦 灰石跟煤礁 好 那這個裡面 我們高霧硯鐵其實所用到的原理就是氧化還原 為什麼 來 你剛剛老師課堂上次有跟你講 甲納 幹 煤 鋁 它都比碳的活性大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個地方碳的活性 碳的活性是比鐵大 利用碳的活性比鐵大 把鐵礦裡面的氧化鐵的氧搶走 把鐵還原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習慣會用碳當作什麼 還原劑 在這裡的煤礁扮演的就是還原劑 用它的活性還原劑 所以我們鐵礦用的是氧化還原的方式 來 我們看到這個例子 那為什麼 注意 我們在高霧上面 為什麼煤礁要變成氧化碳呢 這個是我們在裡面主要的 當然煤礁本身也可以直接把鐵礦 把氧化鐵還原 可是為什麼要變成氧化碳 這個是很基本的原理 為什麼 來 因為你本身碳是固體嘛 這個煤礁是固體 它的流動性不好 如果你變成氧化碳的話 氧化碳可以在這個鐵礦的縫隙裡面 很容易的流動 所以在翻動或者是本身在反應的時候 可以很完全地把我們這個氧化碳還原成鐵 所以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先讓它在比較氧氣濃度 注意 這個在缺氧的狀況下 碳可以先氧化成氧化碳 它是氣體 氧化碳是非常有名的 還記得嗎 在我們生物裡有講 它會跟我們血紅素結合 讓我們產生我們所謂的一氧化碳重力 那一氧化碳因為它還可以再搶一個氧 變成二氧化碳 所以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氣體 流動性比較好 所以可以完整地跟鐵化反應 所以這個反應同學你一定要最好能夠推力出來 先把碳在物完全燃燒的狀況下產生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在這邊也是當還原劑 把氧化鐵的氧搶走 把鐵還原出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本身是什麼 它本身是氧化劑 它是還原 雖然兩個都有氧 在這邊它是還原劑 本身被氧化 它是什麼 氧化劑本身被還原 它是還原成鐵 那我們才會拿到鐵 好 那這個溫都是在高溫的狀況下 所以流出來的 流出來的是液態的鐵 是會流動的鐵 你說老師 這個很難想像的 的確那個溫度很高 我們一般看到的鐵都是固態 在高溫下 那流出來的鐵 如果接觸到空氣呢 很容易又有氧化 所以我們在裡面就加了這個灰石 灰石就是在這邊作用的 灰石加熱 灰石加熱會產生生石灰 灰石加熱變石灰 這樣灰會進 那這個石灰在我們日常生活 路邊賣檳榔的裡面會講 我們講無灰檳榔 灰就是講這個石灰 裡面加了石灰 但檳榔吃到裡面去 遇到你唾液就會熱熱的 然後龍魚水會發熱 所以感覺吃檳榔的時候 如果加這個石灰的話 會覺得口腔熱熱的 好 這是石灰 檳榔裡面加的這個是石灰 那這個石灰有什麼作用 因為在高爐裡面這個灰石變成石灰之後 石灰會因為鐵礦裡面一定會有泥砂 跟這些泥砂作用就會產生了熔炸 這個熔炸我們叫偏細酸鈣 偏細酸鈣就是我們未來水泥的 拿來會當水泥的材料 所以很好玩嘛 你看鋼筋水泥在高爐裡面都有了 用來蓋房子的嘛 水泥 然後接下來產生的鐵就叫生鐵 那生鐵 生鐵它本身的含碳量 因為剛出來嘛 剛油出來的 所以含碳量會比較高 比較高的話 相對的它的硬度也比較高 所以含碳量跟硬度它們是一樣的 含碳量高 硬度高 那我們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不斷的不斷的把它純化 最後到了手鐵 手鐵是含碳量最低的 它會比較軟 它會比較軟 所以就有一個名詞 生鐵又叫做鑄鐵 生鐵又叫做鑄鐵 生鐵又叫鑄鐵 那手鐵又叫做斷鐵 我們又叫做斷鐵 手鐵又叫做斷鐵 它會比較軟 鑄的含碳量介於兩者之間 它是用途最廣的 用途最廣的 這個應該不用老師拜託做解釋 改房子 建橋樑 我們講鋼筋水泥 鋼筋水泥就是這樣子 好 這是有關於高爐的介紹 接下來老師為同學舉幾個立體來演練 讓同學對氧化環圓的觀念能夠更加的深刻 好 同學我們來看到立體一 下列哪一個不是氧化反應 好 燃燒 生鏽 呼吸 這都是氧化 那以生鏽的速度算是最慢的 好 所以第一個 電燈發光它不是氧化 它不是氧化 那這裡 第二個 有沒有 銅加熱表面產生黑色的物質 老師在這邊跟同學補充一下 你要注意這幾個顏色 銅物體的話 物態的銅的話 它是紅色的 我們叫做紅銅 所以它是純物質 那如果是銅離子的話 像硫酸銅溶以水產生銅離子的話 在水溶液裡面的銅離子的話 它是藍色的 那如果銅氧化 氧化銅的話 那就是變成黑色的 所以這個銅三個顏色你要特別小心 這三個顏色 國中生很容易弄亂掉 你一次要把它記起來 進考場才不會選項的時候 欸 老師可以混亂迷糊了 來 第二 小銀取甲衣 餅丁四個金屬進行燃燒實驗 結果甲燃燒激烈 激烈 劇烈就是活性大 銀不容易燃燒 餅是完全不燃燒 不容易燃燒跟不燃燒有差別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要考上第一之月 很難 但是不代表考不上 所以這個你要搞清楚來 所以銅的活性比比大 所以請問哪一個可能是黃金 有沒有 丁是 丁 注意丁喔 丁是一點變化也沒有 丁布萊燒是表面會變成黑色的 所以代表它還是會被燻黑掉 但是丁一點變化都沒有 當然是找活性最小的 所以老師 剛剛不是講嗎 真金不怕火鍊 是代表黃金的活性很小 代表黃金很小 第三 下列合者 金屬對氧的活性最大 來 活性最大 來 這就是我們講 必須要儲存在石油中 這是講什麼 1A組 1A組 比鈴鉀活性很大 一碰到空氣就會馬上氧化 所以必須要儲存在石油中的答案是 鈴 所以這個鈴你要注意幾個反應 鈴燃燒產生氧化鈴 這個反應是基側也考過好多遍 你要注意 氧化鈴本身鈴是一架的 所以燃燒的時候變成Na2O Na2O 這個地方同學要特別小心 好 這個地方是四個鈴 四個鈴 這個反應的平衡同學一定要特別小心 鈴燃燒 鈴燃燒產生氧化鈴的平衡式 這個係數在基側裡面考過很多遍 同學要練習一下 好 那你注意 鈴是儲存在石油中 氧化鈴不是 氧化鈴碰到水 注意 鈴跟氧化鈴差別在哪裡 如果鈴碰到水的話 跟氧化鈴碰到水 它們差別在哪裡 它們一樣都會產生氫氧化鈴鹼性 它一樣會產生氫氧化鈴鹼性 只差別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同學要小心 這個鈴加水的話 它除了檢減還產生氫氫 可是氧化鈴就不會產生氫氫 所以這還是有差別的 鈴的活性非常大 鈴的活性非常大 所以同學你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這三個方程式 同學一定最好的都目前 這個都是基側有考過的 這都是有前科的 你特別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係數要平衡 這係數要平衡 兩位氧 所以這係數要平衡 你考試的時候 這個你自己一定要多看幾遍 氧化鈴加水產生氫氧化鈴 鈴加水產生氫氧化鈴 還放出氫氣 那氧化鈴的燃燒這三個環運次 老師補充一下 同學一定要記好 好 第四題 下列合著金屬的氧化物 可以保護內部 氧化鈴 活性很大 可是它不會完全燒藩 這最容易的就是心跟鈴 老師教同學說心 心 心 鈴 辛苦的 鈴人 偉大的媽媽 辛苦的 鈴人 心 鈴 心 鈴 心跟鈴會產生什麼 產生致密的氧化物保護內部 不會整個燒下去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心 答案是第四個 心 好 第五 想要清楚燃燒石上面殘留物質 一般我們都會用鹽酸 因為鹽酸一般活性大的氧化物的 都會跟酸來反應 所以大家只選V 大家選V 氣去除掉 然後用鹽酸來反應 好 再來 歷史上銅使用藻魚鐵 那為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青銅氣時代 銅藻魚鐵 那藻魚講 那因為銅應該會怎麼樣 因為時間久了 因為會不見了 可是為什麼銅卻留下來的比鐵多呢 因爲什麼 活性 你要知道 活性有一個原因 還有它產生的物質也有原因 像鐵生鏽 如果你觀察日常生活中 鐵生鏽的東西 它會一層一層的剝落 可是銅只是表面 可能表面變黑了 它並不會剝落整個爛掉 所以一般來講 鐵氣如果埋在土堆的話 你挖出來的話 那個產生的氧化鐵 它是疏鬆的 會剝落的 所以不容易保存 所以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銅 怎麼樣 它產生的氧化物性質不一樣 氧化物產生 就是氧化銅跟氧化鐵的性質不一樣 氧化銅它可是在表面 那氧化鐵 氧化之後鐵會一層一層的剝落 然後整個就爛掉了 所以鐵氣流下來會比較少 第七 金容易被打造成各種裝飾品、飾物 長期附露在空氣也不容易鏽食 是因為什麼 活性非常的小 這都叫做金屬活性的性質 所以答案選A 第八題 為何常用的鋁可以來代替鐵呢 就是這個鋁 跟第四題的原因有一點 因為鋁本身有像鋁門窗 鋁門窗輕 而且表面不容易生鏽 看起來非常的斑駁 很難看 所以是因為什麼 因為 不是因為活性小 是因為它鋁的活性 鋁的活性是大於鐵 那為什麼它會取代它 是因為它有這個特異性 什麼特異性 產生致密的氧化物 繼續保護 不會淡下去 那鐵不是啊 鐵生鏽會一直往下爛 所以為什麼用鋁來取代鐵 是這個原因 將鋁的氧化物刮下放到水裡去 因為鋁 氧化銅 藍濃於水 氧化銅 藍濃於水 所以廣用式子還是保持它的中性 中性是綠色 來 廣用式子的顏色 複習一下 它本身是酸性的話 是紅 紅 橙黃 綠 藍 墊 紫 所以月王 紫色 它是鹼性 它綠色是中性 這同學都要複習一下 廣用式子的顏色 好 第十題 將鈴 鈴 同學圈起來 非金屬 非金屬 氧化物 融於水 是什麼 酸性 所以第十題 答案我們要選 A 答案是選 A 好 那老師介紹到這邊 等一下老師在為同學 繼續介紹 甜充品 好 同學我們接下來看到 第十一題 它說 小安將甲乙 餅三個金屬片 分別放在燒杯中 放在窗戶旁邊 結果不到十分鐘 乙氧化的 過了一星期 甲乙也生鏽了一個月 餅依然有光澤 那越容易氧化的 當然活性就越大 所以活性就是乙 大乙甲 大乙餅 氧化反應是 某一個元素跟氧化合 化合 化合之後所產生的產物 就是要叫做氧化物 氧化物 好 第十三題 銅膠熱後表面會生成 黑色的氧化銅 氧化銅的 化學師是CUO 氧化銅 好 那此固體放在水中是 不 不易溶於水 不易溶於水 所以它是中性的 中性的 好 第十四 十五 在考活性 所以老師課堂上 剛剛跟你講的那個活性表 一定要記 一定要記 進考場的話 基本決定只有一題的機會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記得很清楚 千萬不要丟了這個分數 來 美 銅 薄 好 你要知道 我是不是叫你前面變前面嗎 甲、納、蓋、美、呂 好 美 來這邊 銅鞏、銀、薄、金 所以美大於銅、薄 原素符號也要稍微記一下 美的原素符號是MG 銅、C、U、薄 就是白金 薄 就是白金 它是PT PT 好 第十五題 鋅、銅、金 又是造三個元素 所以最容易燃燒的是ZN 不燃燒可是表面會變成 黑色氧化物的是銅 完全不燒的就是金 AU 金AU 好 第十六題 鋅 同學 麻煩你把鋅圈起來 鋅是金字糖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 鹼性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 鹼性 所以廣用式子會成藍紫色的 藍紫色的 好 鹼性 第十四題 化學像將元素在空氣中燃燒的難易程度稱之為火性 所以我們剛剛老師課章上講的叫元素的活性大小比較 火性 好 十八題 右翼金屬來回答底下的問題 新切面在空氣中最容易的是找1A組的代表 所以A就是什麼 N A 那 第二 打造一個長期佩戴的戒指要找活性最小的 這裡面活性最小的就是金 金是什麼 AU 金是AU 金是AU 好 表面氧化物會產生致密氧化物 保護內部不會繼續氧化的 就是什麼 新鋁還記得嗎 新跟鋁 新是ZN 鋁是AL 是C跟鋁 C跟鋁 好 第四題 氧化物 紅褐色 直鬆多孔 你看我們腳踏車生鏽啦 我們一般金屬的東西生鏽的話 它都容易剝落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最容易生鏽的就是鐵 E就是鐵 F1 而且你會注意到 一般鐵如果被彎折了或被敲打的地方越容易生鏽 這是鐵的性質 這要注意一下 鐵被彎折了彎曲的地方會越容易生鏽 因為鐵本身原子的結構被破壞掉 這地方是鐵 好 十九 現在有小鞍曲的硫 紅磷 碳 這三個都是黑金屬 會產生刺激性氣體的就是硫 因為它產生了什麼 產生了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有刺激性的臭味 二氧化硫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的那個竹筷子 漂白也是用二氧化硫來漂白 這二氧化硫有刺激性的臭味 那會過敏的同學遇到二氧化硫要小心 很容易引起氣喘過敏 第二個 火焰是藍紫色的 好 也是硫 注意 硫燃燒有一個特色 硫燃燒它是黃色的 硫本身是黃色的 它燃燒的時候會先融化像蠟燭一樣 像蠟燭一樣先融化成液態 然後再燃燒 燃燒的時候是藍色火焰 淡藍色的火焰 藍紫色的火焰 這都可以 所以這是硫 所以這一題也是寫硫 暗紅色的粉末是紅磷 紅磷是我們早期用來做火柴的材料 那是紅磷 答案是選V 好 產生的氣體可以成石微水變混濁 我跟你講 澄清石微水是 專門用來檢驗二氧化碳 所以這當然就是碳 答案選C 好 二磷體 二磷體 他說 安安取得硫粉 十二點 二磷體 二磷體他是說 小磷將青粉放在燃燒的湯池中燃燒 燃燒池 燃燒池長的樣子就是像這樣子 小小的 然後進入燃燒池裡面放進去燒 他說放進去燒 燒到一半一開火就停止燃燒 這產生的新燃燒產生 氧化氫 氫是二架 氫是二架所以氧化氫 它是二架所以氧是一個氧 所以叫氧化氫 好 所以乘上體如果用針把它挑開之後 又會燃燒 因為它為什麼不會繼續燒下去 表面產生的致命的氧化物就是氧化氫 但是你一般把它挑開之後 它又可以繼續燒我 好 那氫燃燒的反應是日焉 因為日焉是惡症 所以一個氫跟一個氧 所以兩個日焉燃燒產生日焉O 這個反應是一定要會在平衡 平衡反應是那個單元 老師有跟同學介紹過 同學可以回去複習 這個很重要 好 第四個 將燃燒後產物溶飲水 因為它是金屬 新式金屬 所以金屬氧化物溶飲水是鹼性 是鹼性 是鹼性 好 第21題 21題 他說氧化反應中速率最快的 速率最快的 是燃燒 燃燒是速率最快的 那爆炸當然 劇烈的燃燒就爆炸更快 所以答案是選V 答案是選V 好 小安 取下列的物質進行燃燒 好 底下有鎂 mg就是鎂 zn就是c c就是銅 硫是s p是0 碳是銅 這個元素符號的同學都要記 好 燃燒後從鹼性的找金屬 所以金屬是兩個 zn跟鎂 那如果有鐵跟銅不可以選 鐵跟銅是會是金屬沒有錯 可是它不會是鹼性 所以要找什麼 鎂跟鎮 鎂跟鎮 好 會產生致密氧化物 你看 這個題目是老師非常喜歡考的 這個鎮跟鋁這兩個是我們金屬裡面 最特殊的兩個會產生致密氧化物的 所以這個答案是一支鹽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只有一支鹽 好 燃燒會產生白光 就像我們講鎂光燈 早期叫鎂光燈 現在叫閃光燈 就是鎂燃燒會產生劇烈的白光 所以答案選鎂 選A 產生刺激性的氣體是二氧化硫 是硫 答案選豬 燃燒會生磁吸石灰水 這都是重複的 產生的是碳 所以答案選F 答案選F 好 接下來我們看23題 23題它的反應是它有給你 他說一個XO加Y產生YO加X 老師剛剛在課堂上有給你講 氧化劑還原劑一定要找反應 所以他現在問喔 請問XO變XO變XXO變X 這個反應就是把它還原回來 吃去氧還原回來 所以它是還原反應 本身這個XO這個藥品當氧化劑 提供氧化劑 好 Y變YO Y變YO的話 這個叫做氧化 氧化 Y變YO 這個叫氧化 得到氧叫氧化 那Y這個東西 這個藥品本身我們叫做還原劑 好 這個是同學基本學歷測驗 一定要懂的兩個名詞 就算你再難的題目 你不用學這個一定要學 因為考試基本學歷測驗 這個叫做基本 而且是我們這一張圓的精神 一定要會23題做幾號 很重要 好 24題 重工業 重工業我們就是什麼 鋼鐵工業 鋼鐵工業 像我們地理有學過 東北有鐵有煤 就很容易有一些重工業的工廠 好 接下來 老師為同學來介紹底下的計算 好 同學接下來我們看到第25題 小鞍取硫粉12.8克 在火鍵上加熱燃燒 你知它的反應是硫加硫 產生二氧化油 請用化學士寫出它的均衡反應式 好 硫燃燒跟氧反應 產生二氧化油 好 這就是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 好 第二格 他說如果硫完全反應 多少 12.8克的硫完全反應 可以產生多少的二氧化油 同學 這個就是反應式加末偶數的計算 反應式加末偶數的計算 你一定要把方乘式超下來 超下來它的係數 它的係數代表的就是末偶數 所以係數一定要超下來 然後叫做乙枝求味枝 現在你的乙枝硫是12.8克 因為硫是32克 它的原子量是32克 所以我們採取的就是0.4克的硫 這是我們的原料 原料會問你產生多少的二氧化硫 所以1比0.4會等於1比多少 所以這裡的二氧化硫就產生了0.4末 可是這不是題目問的 題目問你的是二氧化硫 所以二氧化硫是多少 它的分子量 32再加16再加16 歐度是32 所以我跟你講算幾克一定要用到分子量 這一定是末數一定要用到的 所以0.4乘以64最後就是25.6克 所以產生的二氧化硫 你這個算出來的是末 這個用方程式算出來是末數 所以算出來的這是乙枝求味枝是末 末還要乘以一個分子量才是幾克 這種計算模式同學一定要小心 因為氧化還原一定會用到方程式的計算 好 了解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26題 好 26題 他說乘上體就是我們這一題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產生的二氧化硫 拿去溶於水 溶於水之後會產生了SO2加水 這個是我們酸域的主要成分 這個叫什麼?亞硫酸 注意亞硫酸是三個亞 硫酸是四個亞 所以這是亞硫酸 亞硫酸是酸域的主要成分 好 亞硫酸它說什麼呢 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反應式的係數 這個平衡係數 來 平衡係數 注意喔 這在平衡的時候 你注意看 硫 先抓硫 一般氫跟氧都擺在後面 因為氫跟氧產生很多次擺在後面 硫 這裡是1 這裡也是1 那很巧的 這裡氫只有出現 左邊出現一次 右邊出現一次 如果同學要練習這個平衡係數的話 老師在平衡係數的單元 有特別專門為同學介紹這個 你可以回去複習 那這邊是氫 算過來 所以這裡的係數也是1 推過來1 所以算得到養三個 所以係數1加1加1 所以係數核就是3 好 這沒問題 然後算完之後 他要利用你這個來 他說問你說 持水溶液可以是廣用式 因為氧油酸是酸性 非基礎氧化物溶於水酸性 所以廣用式只是紅色 所以第二題 第二題答案是選A 紅色 好 他說 如果把第一題所得到的 得到的二氧化油全部加水 配成500毫升 請問這時候 水溶液的體積莫滿濃度 好 問題來了 你要加水 你當然要得到 因為產生酸性的 因為我們產生酸性的是這個 氧油酸 好 它現在這裡是1 這裡是1 這裡是1 那我現在剛剛上一題算出來的是0.4末 把這0.4末拿到這邊來用 他問你說這時候產生這樣子的話 他會有多少莫滿濃度 那這個地方是0.4 對不對 因為這個框框也是0.4末耳 為什麼 1比1嘛 那什麼叫莫滿濃度 體積莫滿濃度 簡稱這都莫滿濃度 就是我們把莫滿除以升 因為500毫升 就會等於0.5升 你要代公升 莫滿除以升 這在莫滿濃度那個單元 同學如果不熟悉的話 可以回去再複習一遍 這是0.8m 0.8m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是莫滿除以升 0.8m 所以答案第三題的答案 我們選C 答案選C 好 所以你不外乎 你看到很多的化學 除了觀念以外 他一定要用到莫末末末的計算 所以同學如果對這部分不熟悉的話 一定要回到那個單元 趕快去做複習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27題 來 27題題目說 從鐵礦去煉鐵 好 這就是剛剛老師在課堂上 跟同學介紹的高五 最有名的計算品 他說在煉鐵的過程中 有兩個方程式 2C 2C就是兩個碳 兩莫爾的碳 兩莫爾的碳 加氧氣 產生液氧化碳 他方程式都給你 然後第二個方程式是 FE2O3 氧化鐵 液氧化碳的作用 還原出鐵 然後加二氧化碳 好 關鍵在哪裡 這一句話同學學幾 他說如果把第一個反應所產生的 液氧化碳全部拿來給他用 全部給他用 請問要產生84公斤的鐵的話 要需要多少氧 好 這有一點像我們數學裡面 解二元一次方程式 他給他用的話代表說他全部用完 好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第一次好了 這我們叫做第二次好了 所以他要把他這裡全部給他用 所以這兩邊的係數要一樣 所以我們第一次把它乘以3 加第二次我們把它乘以2 因為他們2跟3的最小公斤數是6 所以你看看喔 乘以3的時候 6碳加3O2 產生6個CO 這裡乘以2 兩個FE2O3 加6個CO 產生4個FE 加6個CO2 好 這兩次相加喔 相加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剛好拿到這邊全部用完 這就是題目的意思 第一個反應產生液氧化碳 拿到這邊全部用完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總反應就會變成了 長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題目你要理解它的意思 接下來就是莫爾素的問題了 他說我要產生84公斤的鐵 好 那我們要產生它 問題要用多少的氧 好 問題來了 如果這裡我們不要改功課 我們用公斤 這算出來就是公斤 所以84公斤的鐵來 FE是多少 一定要用到分子量原子量 FE題目有給你是56 它是56 好 這算出來是莫爾 因為我們是用公斤 那我們現在問你這個地方多少 所以來 算在這邊 3比x 框框等於4比上 84、56 劉老師 你為什麼不要算 同學 因為這不是最後的答案 你不要去急著算這個東西 數學跟理化有一個特色 你不要看到數字就拼命計算 老師在這邊奉勸同學 一定要到最後我們把數字整理了 因為有很多在過程中它會約分掉 你不要在那邊浪費時間算這個東西 好 所以來 我們看喔 我們數學最會交叉相乘的 來 這個地方 這個乘過去 這個乘過去 可以嗎 等於3乘以84除以56 好 所以你看這裡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算出來了 他說 這個地方算出來的結果 還是先不要急著算喔 這個除以4乘以56 84 這個是什麼 這是莫爾數 可是他要問你 請問這個氧要多少公斤 那因為我們的O2是不是32呢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是 我們用公斤算的 算出來是莫爾數 所以O2的重 O2最後的重就會等於4分之3 超過來就好 超過來就好 不要急著算 56 84 再乘以一個32 因為你要乘以分子量 好 最後 來 已經OK了 我們再來約分 約掉21 好 那這個地方 還可不可以約 好 8 7 4 看到沒 所以有些題目他都設計好了 約掉8 對不對 56除以8是7 32除以8是4 好 這個7跟21剛好約掉 所以339 9 4 36 所以你根本就不要急著去計算 最後答案很漂亮 他可以幫你約分 所以老師在演算過程中 你也要注意到這個算數的技巧 好 所以這個答案 需要的量是36公斤 好 這個題目是一般我們市面上考卷 月考題 老師非常喜歡考的一個題目 同學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28題 他說 將鐵片放到硫酸銅溶液中 等鐵片表面附了一層金屬銅之後 把它取出洗乾淨 好 你說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注意 因為鐵的活性大於銅 所以鐵會取代銅 好 來 好 洗乾淨之後 知道它重量增加了1克 增加了1克 好 請問在銅片上 到底吸出了多少的銅 好 這個都是莫爾數的計算 來 我們看到 第28題來了 它底下有變方程式 F1加CUSO4 這叫瘤酸銅的方式 取代了它 那你要注意 這個係數本身你要特別小心 它跟你講的反應是給你的F1SO4 好 它問你說 總共銅吸出了多少 好 底下給你這個反應式 好 你看這裡 係數還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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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在這個關鍵 他說 鐵片吸出的銅應該會有幾克 原來是硫酸銅 後來變硫酸體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裡的 這裡的 你看到 他問你說 如果蹭得起重之後 硫酸銅它本身 CUSO4 來 CUSO4 它的分子量是多少 64 64 好 64 然後這個地方再加 體重增加1克 行為吸出的銅 好 這個不用算到這裡 為什麼 他只問你增加的8克 所以來看這裡 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們銅會溶解 我們銅反應 銅反應 銅溶解 為什麼溶解 它跟它結合 這個銅 鐵溶解 鐵溶解銅就會吸出 鐵溶解銅就會吸出 那這個地方的末爾數是1比1 來看起來了 所以我們這邊 老師這樣寫 鐵反應 就是我們鐵溶解了 溶解就反應了 X末爾的鐵 就會生成 Y末爾的銅 好啦 那我們不管原來幾克 那這個溶解就叫做減少 那減少鐵 那鐵是X乘以多少 鐵的原子量是56 所以它就會溶解了這麼多克 那你生成就是叫吸出 就會在表面吸出 好 所以就是吸出了多少克 銅是CU是64 注意哦 F1是56 銅離子的原子量是64 所以就好像我們做生意 減掉 這是減掉的 這是增加的 所以一加一減 最後相差了幾克 它都相差了1克 所以56X-64Y 要相差1克 問題來了 因為X會等於Y 為什麼 因為它的係數是1 它係數是1 然後我們要求的這個框框 因為這個地方1X 因為1 1 1 所以這都是1 所以我們只要算出X 來 這個代進它 所以看說這是減 減掉56X加 這個我們就變成-56X加64X 就等於1克 所以這個你都知道 8X等於1 所以X就等於8分之1 這8分之1代表的就是墨 換句話說 根據我們的反應方程式 X等於Y就等於Z 全部都是8分之1墨 好 這個地方 最可怕的是這個觀念 你怎麼知道 這個叫做溶解 鐵溶解 銅吸出 但是它問了 注意喔 它問了說 請問這裡總共會產生多少銅 那就是Y 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Y 銅 所以Y也是8分之1墨 可是吸入是多少 64 64所以8分之1 64乘以8分之1 所以銅吸出了幾克 8克 銅吸出了8克 銅吸出了8克 因為它要算銅 這個全部都是1 係數都是1 所以這裡算出來X等於Z等於Y 所以這個地方關鍵在這個地方 這個反應 它是搶的它 它是溶解 溶解是減少 那銅是吸出 所以你要理解那一句話 它說 吸出銅之後 洗乾淨 乾燥 然後秤重 是什麼 就是同樣的一塊鐵 假設這裡是一塊鐵 它表面銅 它的鐵會溶解掉 銅會吸上來 真的是因為有的學校 同學沒有做實驗 所以感覺不出來 它到底在講些什麼 老師給你解釋一下 你要特別注意這個地方 好 那今天我們兩號還原的課程 老師就位同學 介紹到這邊